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张照片叫弟弟要睡了 这个小姐姐家里这就反映农村留守儿童 青少年都出去打工了 只能是大孩子照顾小孩子 这姐姐上课的时候 他就把弟弟给哄睡了 所以说很多网友就流眼泪 这事发生在哪呢 湖南的凤凰 但是你看现在的情况就是错乱 下面一张照片也是最近发生在凤凰 发生在凤凰的一起吓人的冲突 说是19个重庆游客到凤凰去旅游 开着车 反正是因为车辆发生了一些个冲突 也闹不清说是谁先动的手 也有可能怎么着 但是最后发展了是几十个壮汉 拿着棍棒 一棒就把这个肋骨打碎了 然后这重庆游客想挣扎什么的 有人拿着一把枪 据说这枪还有一些斑驳 拿着一把枪顶着头 然后被暴打了个逼青脸肿 到最后这个凤凰当地的警察来了 这凤凰当地的派出所的所长 还是副所长 最后都要鸣枪 市警才能够弹压得住 然后到最后你说他到底什么程度 这个凤凰的警察护送这19个重庆游客 一直送到县境交界处 然后跟那个什么两国交接俘虏 送到那 然后重庆警方派来在这个地方 把他们的人接回去 这是咱们在报道上看来的 当然说是最新的消息 凤凰县的那个领导啊 也跑到医院就去看望伤者 表示歉意 而且说这个肇事者啊 该抓的抓 该办的办 那那些你说那个枪啊棍啊 那些人是什么人呢 听起来有点像山寨里的下来了 他们好像是跟这个当地的这个 中巴之类的 跑运输的这个车呀 发生了冲突 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帮啊 不知道他们是一帮 这好奇怪 为什么重庆游客去了 会跟他们冲突呢 这车嘛 也许我抄了你的了 或者有些擦撞了 是不是这个 然后他们随时身上就可以又有枪 又有棍棒 这帮是什么人啊 那是凤凰四少 不是我跟你说 你我老是在讲啊 中国是地大物博 你知道吗 对对对 很多情况啊 不是中心城市里的人能想象到的 对 所以呢 你我们要经常跟人民群众聊天 对 湘西湘西 情况特殊 你能你能听得好 不光是湘西啊 你像我上次去河南 我们有一个车 一个河南司机 也是保经沧桑 四五十岁 说原来跑运输 说哎 进了打呀 你知道哎 什么打 你也想象不到中国公路上 他说我原来跑运输啊 开车呀 收这个买路钱 咱知道 你想象不到前面一个大树 就把路挡了 挡了之后 你下车不下车 你一下车啊 就是一群披麻带笑的 抬着口棺材在这 然后就说 上来就是一巴掌了 就是说 我们家里人 就在这车上 给车撞死了 撞死我们家人 那人那司机跑了 那我们现在要丧葬费 那只能你们跑这条路的 你们给 你不给啊 你不给就打 过路费 没听懂 没听懂吗 其实不少地方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 你坐那个大巴 在许多地方啊 有时候会给路上 本地人给拦下来 然后呢 上来勒索你 就等于收买路钱 你不知道这种事吗 等于是拦路抢劫了 对对对 相当多 现在好点了 我觉得 因为我以前听说 其实广东有些地方 也常有这种事就过去越北 某些地方 但现在其实很多时候 已经好多了 并且好多 但没想到还是有这种情况 就是了 所以你看咱们刚才看 大家这两张给人感觉 很矛盾的这个 这不叫矛盾 这两张照片加起来就叫 是不是叫穷山恶水 什么什么的 对吧 你一个是穷嘛 一个是贫穷嘛 对吗 再一个呢 就会发生很多 这种很暴力的 这个事件发生 不过我觉得你说这种暴力 首先暴力我觉得并不奇怪 因为今天我们社会 其实是挺暴力的一个社会 但是呢 像他这样子还有枪啊 那么发生冲突 要拿枪出来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罕见 连警察都管不了他 对而且我觉得这警方的权威也很有意思啊 就好像没什么权威啊 听起来 就他如果说警察来了 一般你如果真的是土匪的话 就要走了吧 嗯 他不行 你想想看他名枪示警 这什么意思 就等于警察来了 穿着制服 你都不跑 对啊 我才名枪示警 对对对 是不是 所以说他其实挺凶嘛 那等于是地方一霸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 因为以前我们看小说的时候 武侠小说 常常说到中国各个地方 要小心有很多绿林好汉 然后地方上有强人 那你总觉得好像是个旧社会里面的事 就是国家权力 没办法进春的年代的事 对对对 但现在 其实我我总觉得我们好像早就不是那个状况 但好像仍然还是有强人啊 但以前的这样的人 我们还富于很浪漫色彩 觉得他们狭义 他们路见不平 对不对啊 这种这种地方武装力量 在相当程度上是做一些官府 做不到的好事的 或者是做一些官府做不到的事情的 这个这个一直是这样描写的 尤其是那个地方 我们会想到沈崇文 沈崇文想写的东西 他一直是把当地的这些 这些武装 现代的作家里面只有他最了解这些军队 他自己当过兵 对对对 所以很多人就是军队已经是很坏的了 军阀是更坏的 地方军阀更加是坏 可是他描写出来里面的人都非常善良 对吧 火腹 这个也很尽职 里面的军官都也很人道 三个男人跟一个女人 这个这个这个故事都很 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在凤凰 叫人更晕了 没想到就是 那也不错 你哪知道他们是不是好人呢 也许他们彼此之间也都很好 沈崇文写那个 其实是 很大程度上是 他们彼此之间那个氛围不错吧 对不对 他可没写过说 对待重庆来的人该怎么办 那个时候 我记得第一次去张家界的时候 我们一批开会 韩少空乔少我们去的 很多作家中一起去 到了那边 我们就自作多情嘛 看到很朴素的女孩子在街边 就说湘西的姑娘 翠翠 翠翠 没想到 翠翠要收钱的 没想到 翠翠的时候 那个小豆里 当然拿出一盒可乐 三块五 把我们的幻象打了 所以你看 你说这个 我又想起最近的一个 一个挺有趣的讨论 说这个广东省啊 第二届省农运会 农民运农会 日前在江门举行 深圳决定弃权 对 农林渔业局说 深圳已经没有农民了 说2004年 深圳也说的是实话 2004年村改居完成以后 深圳已经没农民了 说农运会是农民参加的 我们不搞形式主义 所以不参加 结果经过省农业厅多次协调 深圳呢 指的就是说 非要我们参加 我们就派出代表 以观摩的形式出席 对吧 这个有评论认为此举务实 也有也有人质疑称 有百万全国各地农民 在深圳打工 却未得到应有的这个尊重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这个照片啊 广东省这个 这是这是 这是农运会 农运会农运会 这是农运会的比赛项目啊 对啊 当然了 一看就知道 哎呦 这还真是农民的奥林匹克 对吧 你再看这个开幕式 农运会就是比赛一些特别的项目啊 对 运粮食啊什么的 真不知道啊 哎 所以说你看深圳农民 他是脱离了这种劳动了 他现在是观摩的身份 看看这个你们是怎么动 但是那个农民供水这句老说啊 就是说他到底是农民还是工 你说他是工人 他又不是城市工人 你说他是农民 他就早就不在农村打工 所以这就很奇怪了 你讲那个新闻我也注意到了 感慨万千 看了这个新闻 我都我当时感觉是非常复杂 你你就是论事吧 你也不能说他做 因为深圳今天 今天务农的人大概是真的很少 就种地的人 对对对 连吃的东西都是从别的地方运用 对对不对 但另外一方面 深圳这个城市最大的成功 我好几次都说过了 他是中国最迅速的 把农民改造成城市人的一个地方 这个也是近几年 近二三十年中国发展的一个象征 因为他改造的速度快 也是他成功嘛 当然也就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城市 换句话说 他也是一个最村庄化的城市 最村庄化的城市 最保留很多农村 这个残留的 比方说这两天我老经过那个大运会的那个会场 经过那个会场 那个会场在电视里面是灿烂的 可是你平常在这之前 在这之后你去看 就是一大批农民在那里倒腾土地啊 收拾地盘啊 拆卸啊 就是一个工地 现在还在干吗 还是 还要拆掉吗 你搞得那么漂亮以后 你完了以后 那个搭出去的台全部要拆掉的 那个火炬都要拆掉 然后周围东西都要建的 然后就有很多人 我的印象就是非常非常矛盾 非常精彩 真的 那一灿烂的 这个我们国家那一灿烂的辉煌 是有无数数的这样的农民工 一块土一块土去累成 所以说现在这个亿万农民 农民运动会啊 现在亿万农民的运动呢 不是耕地 而是盖城市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说这个农民呢 我最近呢 也确实觉得就是很矛盾 你知道吗 我就说咱们应该多去接触农民嘛 因为你看我的印象 还是书里边 就是农民都是淳朴的 对吗 农民都是厚道的 是善良的 大多数农民都是很憨厚的 我到现在脑子里啊 还是这个印象 可是呢 因为我妈妈的这个病啊 我只有了一个渠道 了解一个农民 还是个农民的代理人 你看他还不是直接的农民 因为 还有代理人 农民的中介 就是他呀 是这个 就我妈妈要请 请护工 你知道这个护工啊 太难找了 给我爸爸赶走了一个又一个 你知道吗 当然我们家 大概不是积善之家吧 怎么来这 我们这的人 都是不是小头小摸的 就是那种 就反正就是 总能让我爸爸也挑剔 对吧 这总不行啊 后来呢 我就跟这个一个中介讲 他 他就跟我说了一通啊 他对中国现代农民的见解 我听了很惊讶 很惊讶 我也不能认为他是对的 因为他只是接触了一小撮 他说你看 这来做护工的 都是农村的那个家庭妇女啊 他们的老公都在外边打工 甚至有的人的老公坐牢呢 就犯罪啊 这个农村里又像这有一定的犯罪率 有的老公在牢里 他家里没法吃没得吃 你这护工这活伺候病人的 他才出来干这个 你以为他会对你们家人好啊 他就为了钱呢 他可不就为了钱 而且呢他就说 甚至他说这么一句武断的话 他说我跟你说 这个 现在这个农民 最坏的就是农民 这是一个石家庄介绍护工的 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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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穴头 一个穴头 他跟我聊天 他后来他说 我我说农民应该是挺厚道的吗 对吗 挺憨厚的吗 他说你那个完全 他说你不了解 我才知道 这个什么小偷小摸 坑崩拐变 他说你比如说这个这个护工 到你们家 他说你以为他会真心伺候你妈吗 他就是想怎么你能多给的钱 他少干点活 你看他说他干24小时吧 他肯定在那睡觉 你不叫他 你咱就不忍心去叫醒他 你不叫他 他醒了 他也假装睡觉啊 你说这病人有什么需要 他当然了 而且呢 你有点什么吃的 我就说吧 你做20个饺子 他往嘴里填一个 趁你不注意 你你这就是 甚至于还有 就是说这种 呃这个护工之间呢 比如说都是一个村里来的 甚至他就成帮 成帮之后 他垄断这个价钱 哎 户一来了 就不在病房里待着 就出去串呢 串哎 那家给你多少钱 那家给你多少钱 一听说多10块钱 回来就跟你说 不行 我我我我 但你给他这么多钱 你我也我也得这么多钱 然后就串串串 这个病房和病房之间 这个护工啊 当然我说的是 就是我所见闻的 我不敢说 我代表了多多多 多么的多数 但是我是说 你看 我听到了一个 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印象 这个我做过几年农民 我在乡下生活过好几年 在我生命 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 我在农村度过的 你讲那些事情 我相信都会存在 对 没错 但是这些事情 也不是农民的特点 所有各个阶级 各个工种的人 你上到高企 高等的主管啊 领导 下到一般的外国人 什么 他们都会要想 挣得多一点 都想要生活得好一点 如果不知道 他都想 有20个馄饨 我肚子饿 我吃一个 这是非常正常 但是为什么 我们一般来说 农民比较老实 比较善良 比较淳朴 也是 因为原来 他们的生活环境 就在一个村里 农民的身份 是只有一个身份的 只有我们现在说法 叫one identity 就是说 你王二省 你一天24小时 都是王二省 所以你今天 要是偷了一个混沌 或者明天 你跟隔壁的李大哥 有一腿的话 你永远 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所以因为 所有人都是熟人 所以农民 相对来说 真是比较老实 因为他 他没有改错 隐瞒 跟重新做人的机会 他做一件事情 就随着找 所以农民 不会用什么LV 你农民用一个 很贵的LV 回来被人家笑死了 你家里的猪都养不好了 你还做什么福荣捡呢 对不对 所以农民 是这样生活的 现在的农民 是出现两个情况了 第一 他突然到了城里了 到了城里 就意味着 他周围有很多人 他可以不认识了 他做的事情 人家不知道 他是谁了 你看这一来 是跟他原来的环境 很不一样的 本来隔壁人家的机 我也是想拿的 但是你知道后岛 我怎么能拿呢 我拿了这个 明天大家知道 我在村里怎么做人的 我哪有脸面做人 现在他到了城里 发现 我明天是可以不在这里的 我今天在罗湖 我明天可以去南山 鬼都找不到我了 但城里人呢 应对城里人 可以改变身份这一条呢 城里有很多游戏规则 最简单的 有职业伦理 对吧 你做什么事情 你不能 你做个用工 你不能偷东西 偷东西以后 中介就不介绍你了 等等等等 城里有很多这些游戏 而这些他们一来的时候 开始还没怎么接受 你常常看到 有的人在翻高速公路 走过来 非常快地走过来 你开车 他非常快地走过来 然后翻一个墙 你站在他的角度来讲 我的村庄 被你这条路隔断了 没错 你叫我怎么办 我到我嫂子家里吃碗面 我都得这么危险地过 可是你开车的人就觉得 你这个不是害人吗 你这个不到时候 你害你 害我 所以我觉得农民 城乡现在这个 不过其实自古以来 我觉得我们把农村 想象成淳朴 就像你刚才讲 那个淳朴 其实不叫淳朴 那种淳朴叫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种 我们说他以前到农村 觉得他们不敢说谎 或者不会说谎 那是一个为事所逼的状况 那不一定是淳朴 其实农民向来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农民有农民的搅汇 对 农民是有一种农民的搅汇 他以前还那么小的村子 都显过 对不对 因为他那么小的村 他只有几百户人 天天从小到大就那么对着 那于是心眼反而有时候会特别细 表面上看好像很憨厚 但其实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的计较 小小的细节 他反而在意的比谁都细 城里人有时候相比起来 反而比较大度一点 因为你顾的事多 而且我明天可能就跟你不见了 对 有些事情就不计较那么多 我们是个合约关系 但他们会计较得多 可是我想讲就是 这种比较不好比较 比如说你有时候你甚至可以说 连一个华尔街 现在天天被人骂的 那百分之一 都要比我们咱们农民淳朴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华尔街大亨到你家 不会吃饺子我偷吃一个 他不会 但是他会在账户上 不晓得把大家的钱给坑个吉利 就是你每一个脚趾 他都来算你一笔钱 所以我想用这个当什么例子 来说明一个事 就是说所谓的搅汇 搅滑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阶级 不同的地区 有不同的方式 城里人有城里人的搅滑 农村有农村的搅滑 谁都别说是谁存 我明白了 就是说根上来讲 全都是农民 窃沟者猪 窃国者猴 没错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也当过农民了 对 闻到刚才讲 村子里边的人的这种计较 我推荐大家看贾平花 最近的小说古炉 他就是锁锁碎碎 哎呀这个唠唠兜兜 残残绵绵 解一个乡下的一个生态跟心态 心态是被这些生态所决定的 可是这种东西是千百年都有的 可是他的小说精彩的地方 他又加进了一个阶级 又加进了一个成分 比方说你是地主的儿子 你会怎么样 这个后来的政治话语 加入到一个这种乡村古朴的人情关系 你可以说是互相斗争 互相争夺的关系里边 产生的一种化学作用 正是这些作品非常用力揭示的 反过来我非常浅地讲到 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道理 现在我们从朴素的来讲 农民我在那个地方我知道 不能骗人 因为大家都认识 跑到城里来了 一开始也这样对人 马上被人骗了 可能也是被人自己同乡骗了 哎呦不行 原来这个地方可以这样 因此搞几张身份证了 因此这里拿这个东西了 因此不守规矩了 那这些现象 现在人家最怕 但是人家也是最敏感的 就是怎么样把这个现象 归纳到那些政治话语上去 就是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阶级 一个什么样的阶层 我们的社会矛盾发生 怎么变化 我觉得甭管什么阶级阶层 这个人呢 就好好干活 干好活了 就可以多挣钱 但现在问题 我觉得很多人 他马上问你们是这样吗 不干活 他也想拿钱 或者呢 他老想光拿钱不干活 我就是这样 就是我就举例了香港的费用 现在什么争取居港权的 香港的费用 包括我跟你说 我们朋友 这个他生孩子在香港 雇了一个月嫂 北京人 北京郊区的这个农民吧 算是 也不知道怎么 就到了香港 同样 这都都是咱的咱的人 对吧 有那个对这个产妇伺候的 无为不至 甚至还给你煲汤 以至于我这个朋友有钱 他好到这什么程度 他把这个香港的这个月嫂 高薪请回北京去 他说我让这月嫂 给我们家那几个保姆 培训 那你说这怎么回事 职业道德 职业伦理啊 这是成立的规矩啊 这就是城乡转变到 最充分的那乡导人 请不吝点赞优刀